上次说到饥荒 既然讲了饥 我们也就顺便来说说荒吧 太随便了吧 你是不是没哏了才随便选字 什么随便 这明明是负责吧 荒的古字是荒 经文写作这样 跟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啊 荒的上面是王 维身符 下面的则是穿 是行符 荒的本意是形容水 又广又远的样子 我知道那种感觉 像是一望无际的海平面 就会让人有这种荒凉感 是啊 所以荒也引申为广大 后来荒的上面 加了草布当作行符 而荒本人成为身符 造成荒字 本意是荒芜 也就是指一片废弃 无人跟座的土地 光用想的就仿佛能看见 一片寸草不生的土地 在战国时期的竹简里 荒跟荒常常通用 不过后来就渐渐的都使用荒字了 荒的笔画明明就比较多 为什么反而是用荒呢 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我了吧 比较多人用的就赢啊 可怜我在写字的时候 要多写四话 四话你也要计较啊 荒除了指土地外 也可以用来指事情 例如荒废课业 或是指人沉溺于某件事 像是荒淫 听起来有点糟糕耶 还可以用来形容不合理的事 例如荒谬 对 讲到现在还不下班 真是荒谬 糟糕 我忘了你最会见缝插针 我举错例子了 所以要下班了没 好啦 下班下班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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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